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护港开始通,我是陆银 那么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日早盘A股的大腿表现 今日早盘护制围绕平盘线横盘震荡,并未走出方向线的走势 成交量也是持续萎缩,创指的走势远远弱于护制 大多数时间是处于横盘的下方震荡 可燃滨概念股集体走高,熊安新区概念股也表现活跃 从盘面上来看,有改,上海国资改革,钢铁距板块涨幅榜前列 环保,黄金,高宋转距板块跌幅榜的前列了 截至目前为止,上升指数跌1点,报在3088点 深圳城指跌10点,报在9964点 护车300涨1点,报在3399点 创业板指跌11点,报在1801点 那么港股方面,港股昨日受挫白点之后 近日早盘也是反复回稳 截至目前为止,横指市涨61点,报在25198点 国企指数跌7点,报在10263点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目前为止 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5分 中国移动涨5毛,建设银行跌2分 工商银行跌1分,中国银行5涨跌 港交所涨9毛,中国人寿涨5分 友邦保险涨4毛,腾讯控股涨5块01毛 01分,京杀中国涨3毛 长河涨1毛,新工基地产跌3毛 九龙舱涨4毛5,中国海外涨5毛5 黄人之地涨4毛5 中海油跌1分,中水油跌8分 中石化跌4分,昆仑能源跌5分 中国神华跌8分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行业利好消息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日前宣布 我国正在南海北部深呼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成功 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一个在海域可燃冰开采中 获得连续稳定产气的国家 可燃冰是由天然气和水在高压低温的条件下形成的洁净化合物 预测资源量相当于已发现的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两倍以上 是世界公认的一种清洁高效的未来替代能源,极具商业价值 可燃冰就像变形金刚中机器人们所争夺的能量块一样 它的体积虽然小,但蕴含的能量却不可估量 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就可以分解释放出160立方米以上的天然气 假使一辆汽车使用天然气为燃料,疑似加100升天然气能跑300公里 那么加入同样体积的可燃冰,这辆车就能跑5万公里 因为绝大部分可燃冰都埋藏于海底,所以开采的难度非常大 目前日本、加拿大等国都在加紧对这种未来能源进行试开采尝试 但是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或达到连续产气的预定目标 我国可燃冰的开采取得重大突破 海上油气钻采设备和油斧产业链也将率先授益 相关的授益标的由可燃冰海上钻井服务和随钻测井服务的相关个股 像601808中海油浮、600583海油工程等 此外可燃冰完锦服务和生产运出环境的相关个股也将受益 如002554惠博浦、002353杰瑞股份、300157恒泰爱浦、300228福瑞特装等 另外还有开采辅助方面的个股 其中300164通源石油从射孔服务逐步实现向钻井、射孔到丸井等一体化的油田技术服务 3008四海莫科技是亚洲领先的油田计量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根据人民邮电报的报道 熊安新区获批后以阿里和京东为代表的电商巨头加速布局 对当地业务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阿里农村淘宝的熊县服务中心相关人士表示 熊安新区荣城和安新的农村淘宝运营中心也在战略规划之中 熊安未来的农村淘宝将进入支付宝、菜鸟、健康及文娱等相关产业 为未来的新城服务 熊县农村淘宝已经成为本地特产走向市场的重要渠道 农村淘宝可以让本地的商品实现上行 也就是农产品进程,竟然推广到全国各地 当地政府也非常重视 希望能够借助阿里把熊安打造成三位一体的现代功能区 相关上市公司中 603、609、鹤峰牧业 今年1月与阿里签署了农村淘宝合作备忘录 开启了公司农牧产品的变革升级 002157正邦科技也与阿里在去年6月份签订了农村淘宝网站合作备忘录 根据百川数据显示 昨日国内电池级高端碳酸锂价格报在每吨14.2万元 单日上涨了5% 比起上周的价格涨幅达7% 创出了去年8月以来的新高 目前电池企业的生产紧锣密鼓 对盐材料的采购也比较积极 而新增产能形成的量产周期很长 有效产能不足 短期内的供应持续紧缺 随着新能源汽车政策的逐步落地 之前产业链各环节在观望中去库存的局面逐步改变 对价格形成了较强的支撑 机构认为 未来新能源汽车电池的需求将保持30%的年负荷增长 而002466天气离业 002460干风离业 002497亚化集团等行业龙头 在2017年的动态市盈率将介于20到30倍之间 此外 002192融解股份已经获得承诺 荣达离业49%的股权 今年扣除非净利润不低于5.0128千万元 机构认为目前的状况使其极有可能去推进矿山的复产 下面是今天的重点财经资讯 巴西肉类包装公司JBS的两名高管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秘密录音文件 内容是总统特梅尔批准向去年前总统罗塞夫弹劾案策划者支付一笔钱 但该报道没有提供相关的录音文件 消息传出后 正在举行全会的众议院内立刻出现混乱 多名议员要求特梅尔下台 众议长马亚只得宣布会议结束 在马亚离开后 众议院的党团领袖召开紧急会议 有议员要求立刻弹劾特梅尔 也有立员要求提前大选 受到这一消息的影响 巴西股市周四走低 巴西股指下跌了8.8% 创下近三个月以来的新低 其中房地产金融电能等下跌板块 带领股指全面走低 巴西金融市场遭受重创 作为过去一年半以来 全球表现最好的金融市场之一 被交易员抛弃 雷亚尔汇率暴跌7.54% 股市一度下跌了10%之后停止交易 巴西2021年到期的欧洲债券 创下最大跌幅记录 在美上市的安硕MSCI 在巴西上线ETF收跌16.3% 巴西雷亚尔对美元的尾盘 也是暴跌了7.54% 一度刷新2016年12月16日以来的最低点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 今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暴在6.8786 较昨日下调了174点 降幅0.25% 结束了此前六连升的趋势 并创下近三个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另外昨夜 特朗普丑闻有了转机 美元连跌之后出现反弹 美国时期时间周四 受到特朗普泄密门持续发酵的影响 美元指数连续最近四个交易日的跌势 五天跌去221点或2.24% 与此同时 离岸人民币六天累计涨超400点 创下一个半月以来的新高 并创下2015年8月10日以来最长的连涨天数 昨晚 美国前FBI局长科米称 对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 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调查 从未遇到过阻碍 市场对特朗普通俄门的担忧情绪 暂时得到缓解 加上美国强劲数据的支撑 美元指数出现反弹 一度冲破98的关口 美元对日元也刷新了日高到111.74 不过也有报道认为 科米只是回应美国司法部没有造成阻碍 并不能说明特朗普总统没有亲口下令干扰调查 令美元指数重新跌回98下方 徘徊于6个月的低位 此外 中国央行今日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 今日有200亿元逆回购到期 另外今天按计划开展800亿元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招标 央行本周尽头放量1600亿元 上周近回龙1200亿元 最后是今天的重点公告 300077国民技术昨晚发公告称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公告 以公司为主自主创新研发的基于现域通信的手机支付相关技术 正是成为手机支付的国家标准 将对公司未来产品的拓展产生积极影响 002309中立集团昨晚发公告称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州腾辉光伏和孙公司腾辉能源阿根廷有限公司 与上海电力签订合同 腾辉光伏将承接上海电力合计300兆瓦电站的EPC分包业务 预计2018年5月19日竣工 涉及的合同总金额达31,800万美元 该合同项目是中国与阿根廷一带一路战略合作项目之一 也为公司发展一带一路的相关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